第三題 第三題呢 就要再講到一個我的偶像 就是Steven Irwin 他是一個國際的鱷魚保育大使 之前他們家族又來到台灣 所以我來問問大家一題 跟鱷魚有關的問題 大家都很害怕鱷魚 但是呢 想像中的鱷魚應該是非常兇 但是常常會看到東文的鱷魚 懶洋洋的趴在那個 河岸上面 所以這一題我要請問大家 當鱷魚在河岸上曬太陽的時候 水發為什麼要散開呢 欸 調節體溫 真的是這樣嗎 對 這個呢 我們就要請我們的 野生動物的保育專家 我們的裴家綺裴教授呢 來問我們來解答這一題的答案 我們歡迎裴教授 答案是 調節體溫 沒錯 但是因為一個進階的表題 答對的話 今年都不用再參加動物檢定了 請問 他是 幫助溫度增加 還是 讓他的溫度降低 還是 A齁 A是 張開嘴巴是 幫助溫度增加 B 讓他的溫度降低 C 讓他的身體一半降低 一半不降低 請問 A B C哪一個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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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一個 來來來 你也拍一個代表出來 A B A還是B還是C A B 好來我們請招三請坐 來 1 2 3 B B B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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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基本上 部分答對 但是可以給N 好 很多人都以為 其實 很多的時候大家都知道他曬太陽 嘴巴張開 是不是可以幫助他的溫度增加 讓他更有效益一點 那比較有科學證據的是說 他張開嘴巴 會讓他比較冷卻 但是不是全身都冷卻 是讓他的頭部啊 他的頭部啊 在曬太陽的時候啊 溫度不會增加的那麼快 他希望他的身體啊 熱一點 但是呢 如果身體很熱 如果頭部的溫度 跟身體一樣增加那麼快的話 他的腦會受不了 所以呢 他的張開嘴巴的一個 比較有科學證據的 這個說法是說 他張開嘴巴 可以讓他頭部的溫度 不要增加這麼快 當他的身體的溫度 再快速增加溫度的時候 有沒有 有沒有厲害 好 這個是進階套的 看起來兩隊都答對了